继续来看到高雄市政府在今天召开石化气暴灾害应变中心第六次工作会议 在会中中石化的代表金爆说地下还有一条屏息管线没有排空 让现场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上午九点整第一次参加石化气暴灾害应变中心第六次工作会议 中石化代表语出惊人 还有一条地下屏息管线尚未借压排空 要留意这条管线而且也不是只要留意我们的管线 还有其他单位的管线还是电线都要留意 不要造成那个二次的伤害 领域的含量检测要持续的检测 我真的吓得一身冷汗 原来我们在这几天都还是在有高度危险的情况之下 在进行很多抢救的工作 那里面这个石化业界中有都没有身心没有意见没有参与 然后任凭我们所有站在第一线的伙伴 现在如何危险之中 可以这样吗 市长陈菊要求中石化派出五组人力 进驻现场指挥中心协助检测摒息管线 至于民众关注的气暴元凶环保局长陈金德明确的说 就是李长荣化工的丙溪管线泄漏 昨天凌晨两点多到华应通厨还有李长荣化工的调查 发现李长荣化工这条丙溪的管线 在前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之间压力异常突然下降 从工程的角度来看 这个泄漏的管线就是李长荣化工的管线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爆炸的原因爆炸的地点 那么有赖于相关专家去鉴定 目前灾民虽然获得安置 陈菊要求台电自来水公司全力协助恢复供应水电 让民众可以尽快回到自己的住家 新唐亚太电视李娟荣临空关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学师傅 我 我 感谢观看